直到看见爱宝一出外场 就爬上福宝的三层别墅 用手抚摸着福宝别墅牌子 才知道爱宝一直都没有忘记福宝 福珠珠在他心中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刚出外场的爱宝 就一直努力地寻找着福宝的痕迹 不擅长 不爱爬树的爱宝 努力地爬上了福宝的别墅 小心翼翼地抚摸着 只因这个地方有福宝留给他的心 福宝曾经在这个地方留下很多气味 爱宝怎么会闻不出来 那可是他的宝 他的福宝 记得福宝小时候 爱宝最喜欢带着福宝坐飞机 福宝也玩得很开心 会教福宝爬树 福宝爬上室内的栏杆上 下不来的时候 爱宝会耐心地教福宝下来 在室内听到乐宝的声音 爱宝会马上把福宝叼起来懂着 福宝长大后 母女俩也会抢一个根竹子 抢得难舍难分 都不让彼此 虽然福宝调皮时 爱宝也会经常揍他 但爱宝也是亲戚所有的爱福宝 爱宝会帮福宝推秋千 母女俩也会一起在水池里喝水 当爱宝下树的时候 因为不小心做到福宝 爱女士很自责 福宝抱住了闷闷不乐的爱女士 告诉她自己没事 福宝也会因为妈妈怀宝宝不舒服 宋爷爷让福宝轻一点 福宝就轻手轻脚地走 爱宝带着双胞胎 在进行通道训练的时候 被福宝发现 福宝在门外发出了呼叫声 爱宝没有应急保护双胞胎 而是回应着福宝的声音 记得福宝小时候 爱宝听到乐宝声音 马上叼起福宝把它藏到高处 但这次爱宝只是静静地待着 这也是母女俩时隔一年半第一次对话 第一胎总是特别的 就算福宝现在要回国了 气味也会随着时间慢慢变淡 直至消失 但福宝会永远在爱女士心中 福猪猪也会永远记住妈妈 虽然不能和妈妈告别 但是给妈妈留了情 因为有福宝 爱女士的世界虽变得无比凌乱 同时也变得万般美好 小福和妈妈永远天下第一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